歡迎收看主席短途獎 真主席短途獎 集合著歷代最收錄的馬 全部就會還有一場交流 有活力先生、奔騰靚蝦王喜勁寶 精英大師、奇彩、電話新輝 天狗、尚多胡、天下為功 身分奪妙紅衣、聖神、復合人 13隻馬去割續 這13隻馬都是什麼 歷代的編途創文 賽時之刃 好多了 抽到的 1號天下為功 2號奔騰 3號連牠新輝 4號王 3號王衣、聖神 4號活力先生 4號王衣、聖神 5號起勁寶 6號天狗 7號尚多胡 8號增分奪妙 9號精英大師 10號是聖神 11號是福人 12號奇彩 13號是靚蝦王 靚蝦王抽過大王 12號 1號 2號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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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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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號 奔騰,精英大師映出來了 然後又見到奇彩 看法是有多厲害的 新輝 精英大師映出來了 奔騰,現在又見到奇彩 好,靚黑王在外面殺出來 靚黑王在外面殺出來了 但仍然上來,靚黑王在外面軟 但仍然間上去 正式賺勢良好 但正式賺勢良好 違和啟動 但是現在連鷹已能夠上到 聽得到,精英大師跑第一 連鷹第一,天狗得到第三 这场真是短途霸王,精英大师比较厉害 喜劲宝反而有第四 蝦王又不知为何是第七 最离谱的是奔藤全财,但他可以跑第13 福日又新进短途王 但他跑第12又有些什么 你说活力先生,你说古代的短途三冠王都可以跑到第十 第九位,有点奇怪 主席短途上将会在这个星期日上演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一下